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中国的产权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到位 那缺的是哪一块呢 最近青年失业率升高到了21.3% 怎么办 能找到什么好对策吗 视频经常关注天下 首先 直观世界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 明确指出将会适时的优化 调整房地产的政策 那同时也将稳就业放在战略高度 来通盘考虑 那会议同时也提及要防范化解地方债的风险 那这个会议明显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而举行的 那中国经济形势到底如何呢 看一下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数据 中国第二季度GDP按年是增长了6.3% 虽然说较第一季度增长的4.5%是要高一些 但依然是差过市场所预期的7.1% 那整个上半年合计则是增长了5.5%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6月份的进出口的跌幅是进一步的扩大 以美元计价6月份的进出口总值是按年跌了10.1% 其中出口减少了12.4% 创下了三年来最大的降幅 那进口也是减了6.8% 跌幅较上月也是有所扩大 那么与此同时 6月份的CPI和去年同期相比持平 而PPI则是下降了5.4% 那么另外 今年1到5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 是下降了18.8% 这也普遍反映出了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困难 沈先生 其实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谈经济了 面对中国经济这种经济的困境 您有哪些的观察 评论和分析 确实当前经济形势确实不太理想 但是我们如果平时的看经济增长率 刚刚讲第二季是6.3%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虽然很多市场认为不如预期 但我觉得它是把预期定得太高了 定到7.1%我觉得偏高了 在国际间这个6.3% 或者上半年5.5%都是OK的 没问题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还是感觉到经济复苏 确实是乏力 那么特别最重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 利润率居然下降到18.8% 充分显示今天企业经营的 确实很艰难 第二就是物价 CPI已经降到零了 PPI下降到5.4% 说明什么呢 需求实在是没有 这个投资也没有 这个动力 这个消费也没有意愿 是吧 再一个很值得关注 就是青年失业率 上升到了21.3% 那么这个问题 确实令人感到警惕 那么总的来讲 这个当前的经济形势 确实就像刚刚那种指标 所显示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严峻 那么具体除了说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 指标性的数据 其实我想作为 不管是雇主 雇员 劳工 甚至是刚刚出门的这些 这个就是高校的毕业生们 都会感受到这种 经济 这种景气的这种下滑 是前所未有的 那您觉得像执政当局 会出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 经济其实已经持续在 往下行的嘛 你可以看到政府呢 还是不时地在出 一些有关的一些政策 都是有的 但是效果好像看起来 也就一般般 您的意思是 就是之前这种效果 没有达到预期或者不奏效 你看最近又出来了一个 关于怎么去拉财民营经济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都很好 那效果呢 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但起码我们可以看到 传统的货币政策 跟经济政策使不上劲 货币政策不断宽松 降准 但关键是没有人要想去贷款 没有人想去借钱 刚才讲 投资跟消费意愿都不高 对吧 那么第二呢 就是财政政策 你政府可以编赤字财政 都没问题 但你要投到哪里去呢 现在也没有特别的目标 就政策推出来了 但效果却不好 那该如何是好 该怎么办呢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对当前的经济 做一个基本诊断 找到问题在哪里 你才能够有对策 是吧 很想听一听您的观察和对策 当然我最近听到的 就是说是关于经济问题 主要出的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什么 疫情 另外一个就是中美 这种经贸的一个对抗 你讲都对 一个是内 一个是外 三年的疫情 的确对很多生产投资 造成很大的影响 确实 那么中美的抗争 经贸抗争还在升高 这个都是对中国的需求面 跟攻击面 都造成非常负面影响 这都事实 但是我觉得除了是表面上 我们所看到内外形势之外 还得往深层次看 因为中国当前经济的问题 冰冻三尺 飞翼之寒 长期以来 很多累积下的问题 都属于深层次的问题 要把它找出来 那既然是一个深层次 就是说普通人可能看不到的 那您觉得目前中国经济 它深层次的问题 是出在哪里了 以我个人观察 长期以来 中国可能进入到几个 巨大的误区 那么这个巨大的误区 以我归纳大概有三个 一个就是房地产经济误区 一个是地方债经济误区 再一个就是产权改革误区 什么叫误区呢 误区就是说 当时你在做的时候 觉得是对的 没有问题 正确的 而且市场你做了以后 确实也很好 带动经济 创造就业 增加税收 可是问题在哪里 时间久了以后 发现问题来了 而且时间越久 发现问题越严重 所以这才叫误区 那既然是误区 就是久久没有发现的 就是隐藏在深处的 一些深层次问题 那么先说第一个就是 房地产的误区是什么 这个房地产经济呢 经常会 大家会有一种 错误的概念 认为把它是一个支柱产业 可以无限地来拉动经济 这个支柱产业本身是没有错的 因为房地产确实可以拉动 很多很多其他产业 它一上来以后 其他就业什么都增加了 但是如果过度就不行了 所以过度以后 就变成一个泡沫了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楼市的泡沫就出来了 而且产生很多金融方的 一个风险跟危机 那么更重要的是 它这个房地产 这个价格变成泡沫以后 价格不断拉高 它就开始炒房地产了 那就把整个社会 中产阶级的资金 全部都涌到 这个无限的黑洞里面去了 这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而且这个既然是一个误区 所以它经常 只要经济往下一走 大家就会想到 靠房地产的拉动经济 所以这个问题 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听出您的意思是说 中国在进入这个误区之后 前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少说也15 15到20年了 这个情况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没有多久 正式对房地产 我相信你都记得这句话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就房子不炒 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 应该算是把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正确的定位 但是关键是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 所累积下来的很多的 造成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不是一时三刻之间 能够解决掉的 所以它是一个 痛苦的调整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现在进行的 这种资产负债表的一个修补 自然就会对相关企业 造成这种紧缩的一种 企业经营状态 竟然会导致这种经济增长 整体的一个动力放缓 对的 你讲这个我就想到 经济学里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很少人提到 就是我们刚刚不讲的误区吗 误区那个时候就认为 那个时候正确都对的 而且确实经济增长拉高了 没错吧 但你从事后看 那个拉高是不必要的 而且不健康的 因为那个时候拉高 所以现在偏低了 因为现在去补那个时候的状态 所以经济增长不永远是好的 不永远是正确的 完全要看你的政策对不对 明白 真的是一个见人所未见 就是这个观点可能 不用说一般人 可能一些专家 也不见得会认识到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 关于地方债经济的武器 怎么去理解 一样嘛 就是长期来很多地方政府 包括很多社会大众都认为 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 搞地方财政 卖土地 是吧 然后搞房地产 把这个所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的 经济增长也上去了 但现在可以发现到 地方债受不了了 还不起了 而且造成很多金融上的一个威胁 随时可以爆炸 所以才发现到过度了 是吧 同样的情况嘛 那个时候的经济是偏高 也是不健康的嘛 那今天社会要还了嘛 所以也是一个误区的概念 也是一个很严重 或类似的一种误区的概念 就是因为缺乏地方财政的一个财政纪律 造成这个结果 好 谈了前两个误区 再来看第三个 就是您谈到的是一个产权改革的误区 怎么去理解 产权改革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吧 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 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 总的来讲经济发展 经济崛起表现得很出色 对不对 那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改革分成两部分 一个就是价格改革 一个是产权改革 然后再开放 换句话说有三个东西 一 价格改革 就是把过去管制的价格统统放开 这很好 那中国经济就可以资源优化配置了 产权改革 就把百分之百所有的国有企业 一部分放开 让民营企业更有活地来发展 让资源更有效地配置 那也很好 开放就是让中国跟全球接轨 那么让中国的比较优势 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所以这三个就一加二加三 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 一个成功方程式 您这说一加二加三 是一个完美方程式 我没听出问题了 为什么说反而会进入到误区了呢 明白 我们再把它仔细拆解一下 我们刚刚讲改革分两个部分 一个加价格改革 没有问题 开放没有问题 问题是出在那个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大方向也没有问题 就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继续保有 一部分开放的民营企业更有活力 是吧 但是呢 大方向是有问题的 还是中间 应该这么说吧 大方向没问题 中间出了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就总的来讲 细节里面还是没有到位 您说没有到位 怎么去理解 是还没有完成吗 具体来说吧 就是我认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对民营企业 思想还不够解放 始终认为它好像不错 但好像又有点问题 所以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 面临到很多不确定的经营的风险 第二个对国有企业 跟民营企业的界限 始终也没划清楚 让国有企业时不时就 跨造的竞争性的 跟民营企业去竞争了 让民营企业面临到 一种不公平竞争的态势 这就让很可惜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 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太大了 交捺很多的税收 创造很多就业 创造GDP 创造外汇 但是很可惜 由于它这个经营环境面 不确定跟不公平竞争 使到在今天 即便经济已经发生 很严重问题 但民营企业却没有能够发挥它 真正可以发挥出来的 那种贡献跟作用 明白 所以说这些误区 其实也充满着遗憾和可惜 当然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么中国到底怎样 才能够突破目前的 这种经济困境 中国还有哪些的 发展红利和改革红利呢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在上节当中 我们通过数据 了解了中国经济 目前处于的困境 那实验生也系统分析了 之所以会出现 这些困境的内外部因素 以及三大深层次的误区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中国经济要怎么样 才能突破这个困境 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 潜在的改革红利 或者说发展红利 实验生想继续听一听您的告诫 首先呢 对于刚才您最早提出来 内外两个情况 一个是疫情的调整 一个是中美的经贸的 这个博弈对抗 这个只能好好去面对 也没别的什么其他对策 最主要是还是对三个误区 怎么样去进行改革 这么进行调整 这个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一些 针对短期的一些经济对策呢 我也可以尝试提一些 你说中国除了说 既要去面对这种 三联疫情效应加上中美对抗之外 还需要面对的是这种 三大深层次问题 那怎么去面对呢 这个最重要了 我们一个个来 首先就是房地产经济的一个误区 是吧 我特别强调 不要再重现这个误区了 习近平最早提这个房租不炒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把持不太容易 我刚讲过 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形成的观念了 稍微经济往下走的时候 就可能就在这方面有所放松 但是我认为要把持得住 这个优化 这次中央政治局开会 调整优化房产政策 我觉得这很好 那么换句话说 刚需的替换性的房子 通通应该去做 保障房通应该去做 但是那个分寸 千万不要再走到泡沫里面去了 这个需要有一段时间 要忍受一下 而且同时看到 如果这个房地产真正优化了 房子不会再炒了 但是又可以满足刚需 跟这个替换性的需求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原本会永远涌入 那个房地产黑洞的那个需求 就可以释放出来了 就可以让全部的经济 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了 再一个 从长期看 出生率 降低的出生率 也可以逐渐再回升了 也就是说是 如果只要坚持好 这种房住不炒 是有很多的红利产生的 没错 当然要坚持这个房住不炒 是需要战略的一个定力的 对 要定力 战略定力 没错 讲得好 对 再来说第二个就是 刚刚谈到的地方债经济问题 怎么去面对 这需要进步改革 这改革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财政改革 就是中央跟地方 要怎么分这个财政 中央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补助地方政府 这个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二个是税制改革 就让地方政府 有经常性 常态性的税的收入 地方税 这个税制要把它建立起来 第三个就是制度改革 法制改革 特别强调我前面提到的 财政纪律 要把财政纪律当作是 地方政府考核 或者是考核地方官员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一个指标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也是一段 很长的路要去走 没错 但是必须要去做 而且最可能是现在开始 定位而且要追责 财政纪律要追责 明白 好 你刚刚谈到了这三点 那我很好奇 最后这个关于 就您说的产权改革的务区 怎么去面对 产权改革是这样子 我们讲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 就是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 但最重要的就是 思想解放的部分 所以思想解放分成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对民营企业 重新正确认识 民营企业的价值 它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个价值 不要时不时就用 过去一些比较偏左的概念 去干扰民营企业的发展 这个就不好 那么第二 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跟范围 也要更清楚地认识 让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 不至于因为国有企业 对民营企业造成一种 不公平的竞争 这个要把它这个界限化清楚 我这边还有一个具体建议 我认为 中国之政当局应该认真去思考 去定一步法 这个法叫什么 叫国有企业法 就是定定国有企业的一个定位跟范围 让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 能够混 就要混合所有制 那混合所有制 怎么混法 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把这个界限认清楚 让民营企业有充分发挥的空间 也让国有企业有它正好的 应该去发挥的一个角色 我认为这个法 不要说定了 光释放这个立法 这个意愿或者一个倾向 我相信对于今天振兴民营企业经济 就能够起到非常可观的作用 提振大家的一个信心 没错 学生您分析的是很有道理 但一个问题就是说 您的这些建议 它虽然有建设性 能够提振这种 比如说民营企业 但问题是 它是好像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努力 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一些 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对目前这个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对策 我也想到一个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么说吧 叫做三支政策 什么意思 支教 支一 支社 三支 OK 支教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过去理解的相同 因为支教的话是 之前也出台过 就是鼓励一些有知识的青年 到一些偏远地方来支持教育 是这样的吗 包括这个支一是不是类似概念 对 完全正确 过去也有三支 那个第一个叫支龙 支龙 支教 支一 但我现在把它稍微做一个调整 那个运作方式也要调整 先是支教 然后支一 然后支社 什么叫社呢 社针对两个 一个就是留守儿童 中国留守儿童很多 对不对 缺乏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的 一个环境跟教育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 还有一个就是孤独老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建议 我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政策的一个思维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知道 中国今天的经济最大问题 就是需求不足 要拉动需求 那么现在只能靠政府 因为民间没有投资意愿 那政府可以编列赤字财政 政府还是有钱的 那这个赤字怎么花出去 关键是 有的地方用这个储蓄券的方式 发给老百姓消费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认为一个更有意义的 在出院之外 用三支政策 三支政策就是用政府的 这个赤财政预算 去鼓励号召一批 目前暂时没有工作的 但他有意愿去进行 所谓的支教支一跟支社 这方面的工作 让他去 让同时让这个社会方面 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 获得改善 又让这些年轻人有工作 又让政府能够提振需求 是这么一概念 有时候解决了 就是当前社会的多个痛点 对 那么具体来说 这种三支 这种方案或者政策 该如何去规划 去操作 去推荐 我们这样子去设想一下吧 首先有比政府预算 对吧 然后这个号召 这个争取 为数很多的年轻人 反正你现在没工作嘛 我就给你置薪嘛 这个薪水 工资就相当于一般 社会里面 平均大家可以预期的薪水 那他有工作了 他有稳定收入了 他可以把这个钱 能够拿去消费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些人呢 以三年为期 订个合约 三年中认真 在这方面做事情 三年完了以后 也许可以当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记录 当你要寻找 更好的工作机会 到政府里面去 应征什么工作的时候 可能是给你加分的 那么这些政策这样设计下来 当然第一最重要是 拉动需求了 消费需求拿起来了 第二能够间接的 也让我们传统的那些 乡下的一些根本的一些问题 教育问题 医疗问题不足的问题 来自于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留守儿童 孤独老人问题 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 是吧 当然这里面还有 比较更细节的配套 比方怎么增加 医疗的配备设备 这就在整个计划里面 再去规划 的确如你所说 可留到目前这个多层次问题 包括像失业问题 就青年失业的一个居高不下 另外也是 有效需求疲弱的问题 尤其是像投资和消费不足 同时也包括的像偏远山区 在教育 医疗 还有社会问题等 急需解决 所以说实验生所提出的 这个三支方案 是非常值得 这种执政当局 他们的一个思考和研究 那么也很好奇 实验生到底会如何 有这样的构思和创意 精彩内容 我们进入到评说新语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不只是谈到了 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 内外部的因素 以及三大这种误区 同时实验生也提出了 很多的一些对策 一些政策 实验生您作为一个研究者 我特别好奇的是 就是说面对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制定出一个 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 什么是好的公共政策 我们讲公共政策范围很大的 经济政策 社会政策 财经政策 住宅政策 医疗政策 通常叫公共政策 简单地说 就是政府推动的 一些具体的作为 能够让社会中的一些问题 经济问题能够获得解决的 这就是好的公共政策 那么好公共政策 有个基本的架构 就是要一方面看到 社会中的需求 二方面看到社会中的供给 然后政府就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 能够把供给跟需求 通过一个机制 或者通过一个政策 把它巧妙地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 应该说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好的公共政策 就是两点一线 在需求和供给端中间 画一条线 政府来画这个线 听起来很简单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我们今天前面不是讲的一个 房地产政策 或者房地产误区吗 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会 也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了所谓优化 调整优化房产政策 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优化的过程中 我特别强调 要能够坚持房住不炒这个概念 要能够把持得住 因为这个概念 要能够把持得住 需要一点战略定力 那如果把持得住的话 那就很好 那所谓把持住就是 房地产还算好好发展 满足刚需 满足替代性需求 满足保障房 但是满足了这些之后 就要避免再成为炒作的对象 这个中间的分歧 政府要拿捏出 因为炒作了以后 产生后遗症太大 我们前面都已经分析过了 然后我们今天再谈谈 如果能够不炒作 如果房地产能够优化的发展 它还能产生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最大好处 我刚前面点到了一下 就是你如果在炒房地产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购买力 全部被这个房地产产业的 那个黑洞给吸走了 家家户户 上上下下 无不再除去 除去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买一个房子 买两个房子 买了以后还可能再去炒作 那这个购买力 别的行业都没有了 都被它吸光了 它是一个黑洞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房地产能够健康地发展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的购买力 就可以从那个黑洞里面 重新把它释放出来 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 好好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 我们今天还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很忧心的问题 今天没有触及到 就是生育率太低了 这个问题简直是无计可施 真的是无计可施 而且不光是中国 世界各国都有这个问题 那中国的问题呢 特别也跟房地产有点关系 所以如果你房地产 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的话 那么说不定这个 无计可施的失业率呢 就有机会略为回升 也说不定 明白 所以说一个好的公共政策 它可能是一见多雕 或者说是一个跨领域的 它不只是说 解决了一个房子居住的问题 或者房价的问题 它还能够把就是说一些 在其他领域的消费问题 也能带动起来 完全对 房价如果说不是这么高的时候 百姓就会拿这个钱 去买汽车去旅游 对 对吧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 甚至说敢于去生育了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成本 可以去付在这个教育上了 没错 那还有别的例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刚才我们讲三支 三支对不对 支教 支医 还有支社 对不对 就满足乡下地区 偏远地区 教育跟医疗 还有社会工作的 那么这个也是把需求 跟供给结合在一起 首先我们讲需求 这个就整个社会来讲 现在要创造需求 但这个钱要怎么花 政府可以编列赤值预算 但赤值预算要花到哪里去 消费券是一个方式 三支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很有意义 这是第一个需求 第二 年轻人现在没有工作 他需要工作 那你要给他创造一个工作机会 那三支就是给年轻人 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第三 乡下也有需求 乡下的需求就是 他很多偏远地区的医疗教育水平不够 而且社会工作 也不能够做到完全到位 孤独老人的问题 或者留守儿童问题 要通过这个方式 来满足这三方的需求 是吧 另外 供给呢 年轻人有工作的热忱 也有工作的专业 他能够去扮演这个角色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政府也有钱 这个供给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乡下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育医疗 或者这方面 也能够提供一些很多的机会 所以这就能把供给跟需求 能够通过这么一个三政策 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就尝试做一个建议 希望跟有关的当局 能够参考一下 视频天下 关注天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院再会 好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